1 2 3 4 3 3 4 5 3 4 5 5 6 6 7 7 8 4 5 6 7 8 5 6 7 8 5 6 7 8 5 7 8 5 7 8 歡迎收看 膽子貼酒任何吃莎莎 現在呢 大家都喜歡出國旅遊 不管是寒假 暑假 或是不小心的假 都想要出國玩 但是大家都覺得 也行 但是我覺得現在大家很注重就是 CP值 CP值要夠 大家才願意出去 對不對 怎麼了 CP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個聽起來像那個英文的縮寫 可是真的不知道 好的 讓我為你翻譯一下 這個呢就是 Cost Performance Ratio 這個... 我們在英文應該 為什麼 可能如果我們在一個大的公司 然後要分析一些那個比較... 數據 數據之類的 可是一個人平常講的 永遠不會這樣說 你們英文不講CP值 那你們講什麼 我們會講...有兩個 比較例如是叫 Bang for your buck 那有說... 沒有說寫嗎 沒有 我就說Most for your money 都是最划算的意思 最划算 我可以說MM嗎 不是... 不是... 為什麼... 我們比較好笑會用縮寫 所以今天好好講一下旅遊 到底有什麼是CP值很高的呢 真的 有一些CP值很高 是最近大家一直在流傳的 就是這五個國家 斯里蘭卡 霍利維亞 宏都拉斯 保加利亞 跟柬埔寨 所以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認不認同這五個 是CP值最高的呢 其實因為我之前沒有去過這些國家 可是我知道那個... 那個... 勃利亞 超厲害 有一個很美的地方 就是這個 超厲害 那個地方真的很厲害 然後我發現很多亞洲人 都去南美洲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對 而且我們就是南美洲 除了巴西其他國家都真的很便宜 所以真的CP值一定會很高 那這個地方... 它們是站在哪裡 海中 就是那個鹽的那個 鹽的那個 鹽啊 對 鹽著 所以要積水 對... 積水它才會反射 烏油泥鹽著 鹽著鹽著... 對 雖然很好看 可是我們聽說一些很... 毒品的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去那裡 然後他去海邊 然後他站在那邊看海邊 很漂亮 就是那種海邊嘛 然後有一個警察過來 兩個警察過來 然後有一個跟他說 你...神尚我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奇怪的東西 然後這樣開始 然後警察從我的朋友的口袋 拿著一個小的毒品的小袋子 然後根本不是我朋友的 所以是警察本來是模仿出來的 太過分了吧 很過分啊 因為他想要我那個朋友的錢 然後沒辦法 因為太腐敗了 所以他只能給警察錢 太可怕了 對 有一個朋友呢 他特別愛去 斯里蘭卡 對 他一直跟我說 斯里蘭卡CP值很好 因為現在物價也還便宜 好像全世界便宜... 物價便宜的國家 他第三名就是斯里蘭卡 這個可以啊 對... 吃的東西的話 可能我聽說的是 大概一百台幣以下就可以 當然是叫路邊湯 是那些都小吃店 講到斯里蘭卡 因為我有去過嘛 我想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在路上 看到他們的那個景象 他們其實是一個開發中國家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天然 所以你看 他很像我們以前小時候 就是西邊跳下去就可以玩了 他們就會全家人在 開車到一個地方 那邊有水就跳下去玩 很好玩 然後就他們的人都很善良 所以我到那邊的時候呢 我就路過一個村莊 他們正在舉辦運動會 我就說 可以一起嗎 他們說好 所以我就跟他們一起 拿著這個湯匙咬著 然後在馬路上封街 然後玩這個就是拿著球 往前走 就這樣子 但是很好玩 他們把你當自己人 但我就只是路過的外國人 我說可以一起參加嗎 他說好 就一起玩 他們人都很善良 那玩到後來有什麼獎品 還是大家人很多還是什麼嗎 人很多 然後就看大家咬著球這樣 然後去買沙利穿是一定要的 我覺得就很漂亮 然後這個是我們住宿的地方 真的不錯耶 對 這個其實它很漂亮 它看出去呢是 就是你走出去 所以大概只要走個三十步就到海 然後你早上出去是在海邊吃早餐 然後它的那個游泳池的水 也是撈海水上來的 所以游泳池水很棒 然後這只要三十美金 大概是一千塊台幣出來 一千住這樣子 對 你看我有這個 我還有客廳耶 好可愛喔 而且是有附早餐的喔 早餐是法費 你可以吃一大堆那種 那它會幫你整理房間嗎 當然 都還在內 對 然後我剛才講到那種游泳池 所以其實他們那邊呢 有一個大象孤兒院 對 因為全世界只有兩個大象孤兒院 一個在斯里蘭卡 另外一個在肯亞 然後他們就是收留很多 譬如說 媽媽不小心被獵人帶走 或是掉到陷阱可能腳壞掉 然後走不了的那種 然後把他救回來 然後每天呢 他們都會有大象 他們是住在對面 然後他們要過街 到這邊來洗澡 超級可愛 然後他們那邊還會有一個商店 他們也是賣所有這些大象的周邊產品 那些東西呢 都拿來就是救的這些大象 譬如說有賣 用大象的大便做的籽 我跟你講 我一直以為很噁心 我一聞都沒有味道 因為大象是草的啦 所以其實很乾 它有大象的籽 大象的雕像 都是用那些大象的大便做 超級酷 然後都是很便宜 很值得去 然後他們的 其實在大家平常都想說 我要去度假 我想要去海邊 史里蘭卡也有 它的海域呢 跟馬爾地夫是同一片海 但它的價錢呢 是馬爾地夫一半的一半 但是你享受的是同一片海 是不是很值得 那它海邊也很乾淨 很乾淨 因為它海邊很像那個 巴黎島的金巴蘭 對 然後我在那邊還有就是 我們在一個地方開車路過 看到野生的大象 所以又像肯亞 又像巴黎島 又像印度 又像馬爾地夫 我覺得超級值得 你去一個國家 很好玩 很值得推薦 想去了嗎 想啦 那你接下來要問大家 就是有沒有什麼國家 也是你覺得真的超好玩 然後又不用花太多錢的 泰國旅遊 泰國也很愛 真的... 這個是我從日本去泰國的時候的費用 所以機票來講呢 是兩萬台幣是 也許是有一點貴的嘛 但是我坐的那個飛機是 是一般的那個 比較不是LCC的那個飛機 因為兩萬我覺得很便宜 我也覺得很貴 對啊 可是日本的機票 可是日本的機票 沒有...這個是從日本過去 所以在日本來的飛機票 兩萬我可以去歐洲玩了 真的嗎 有機票不好嗎 好多 但是那好 那就費用 就上費是一百到三十... 三百 三百萬台幣 三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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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泰國的VP值得三百萬啊 你去打算把餐 你怎麼買下來吧 對 然後在泰國 也有很多都路邊攤 路邊攤很有 路邊攤更便宜了 又好吃又便宜 沒錯 然後我特別推薦的是 泰國的那個夜市 叫做 拉叉的火車夜市 夜市... 對 那個是其實不只逛街很便宜 而且就吃得也很便宜 對 還有呢 就是風景也很漂亮 這是什麼啊 這是夜市 從上面就拍的照片 哪個攤位都照 對 看不出來 它這個夜市在路口 前面那邊它有一個Bar 然後它那個會有樂團 在上面表演 對 泰國的夜市很棒 就算是一個很普通的觀光夜市 然後如果它大型一點 它在前面 它都還挪出一大塊空墊 很像司令台那樣子 然後就定時就有Band Live Band 就上台演奏 所以你在吃那個小吃 你還可以看人家在唱 真的喔 還有人會跳舞什麼的 很可愛 飯店差不多一千塊錢 我覺得應該這個是差不多 好的 然後按摩要讓我們猜一下 對不對 對 我要猜一下 我要猜一下 正常按摩還是... 對 是Toda平常喜歡的那種 還是我們正常的那種 沒有... 我通常喜歡的是 很健康的按摩 很健康的 很健康的按摩 他不是有生物腺保養 你知道嗎 抓龍筋 抓龍筋 筋是純的 純的 超級有夠純喔 對 我們讓昌明哥幫你介紹 其實我是看過影片 我實在在當地 我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然後他...真的要講啊 真的 因為他那就是 而且幫你做這個 抓龍筋按摩的 而且是阿姨 阿姨在做 阿姨 他就是從頭到尾 就針對你那個重要部位 一直不斷的用各種角度 各種方式在幫你按摩 然後除了... 為什麼 老師...也沒有這樣子 他會播到音樂 我會繼續 然後呢 他會針對你的穴道 我要配合這個音樂 講不同的語調 性感一點的 性感一點 那語調啊 然後呢 他包括了 可能就是整組啦 除了那一根 還有那個底下的蛋蛋 它有不同的穴道跟按摩 它會按得很深入 它是真的在保養是無線 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你不要用色情的角度去看 對 聽說做完那個保養 你尿尿尿可以穿破紙耶 是誰認真嗎 我每天去按 連續做一年 你可以穿破牆壁 你看 那個是真的認真的 是一個像紓壓的這種 不是色情的 泰國之後愛接受小孩嗎 可以... 可以... 泰國經典古式古法的按法 那個現在越來越少了 因為沒有人要接那個... 這個工作 這個超震驚的 但我們現在講的按摩 你做筆記是不是 沒有... 好 認真的按摩 全身拿抬抬抬 七千五吧 這個我每次去都必按的 三百 一個小時 兩百 三百... 這不然你都按多少 一百啊 一百啊 按多久 一百... 一百是你幫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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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還有更便宜的 但是還是說 比日本便宜就好 日本便宜就好 剛剛求大家我覺得 更不便宜啦 因為像連將那個 所以這是從台灣 飛出去嗎 對啊 就是現在 我去了上次都 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還有什麼 住宿也很便宜的 要住美包包站起來 不一定 B&B有啊 然後飄飄涼涼的那種 飯店也有五百塊一下 有嗎 不是 因為那邊也有認識的人 所以他們會幫我看 就是不是平常逛工客回去的 有認識的 有便宜 對 就泰國人很具足的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們很有趣 就是他們像那些 奇奇怪怪的表演啊 什麼東西都很便宜 然後衣服也是 我覺得泰國吃的什麼都真的很便宜 超級便宜 像這個衣服才兩百塊 很可愛啊 太大了 那個車多車 然後像我剛剛講這個 脫衣衫 對 他們才多少錢 這個我沒有玩 玩一次喔 好像也是兩百塊 你那是在泰國哪裡啊 這個大概八泰亞 五百 五百二百塊 我覺得 兩千塊 可能要到一千 我覺得五百差 我覺得兩千 一千二 對 五百五 對... 太便宜了吧 你還在那裡說嗎 然後我要唱台灣 就要一千二 我沒去過很多國家 可是我覺得自己滿意的國家 就是也是泰國 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 曼谷是滿貴的 飯店也有一點滿貴的 我附近的那個八泰亞 那邊是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我去過的地方是這樣子 而且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好像很棒耶 對啊 可以看到海邊啊 還有看看 其實有一點可惜 看不到這邊 出去就可以看得到海邊 對 很大 兩千塊 可是最大的 可能是比較小的房間 可能比較便宜 就這樣 還是便宜啊 而且附近有喔 還有夜市啊 那邊的東西也滿便宜的 所以它不會很郊區 對 而且location好像也比較貴 不然一般應該一千七千八 就已經很新了 大概四星五星就可以住到 對 而且路邊的東西都是五十塊左右 還有那個在白鶴公司 好像是那個購物門的那邊 是兩百塊左右 對 好好吃喔 我大概住了五天四夜 除了飛機票跟住的地方以外 我只花了七千塊 對 台幣大概七千塊 很便宜耶 很划算 泰國真的很好玩 那很難 對 我也就是泰國很... 我們這一集是製作泰國 泰國 泰國 都是泰國啊 我覺得泰國真的 吃的東西真的很划算 然後那時候我因為有幾天 我老公就要去上課 然後我要自己去逛 然後我就看網路說 你在泰國就是要小心 有當地的價錢跟外國人的價錢 對 對 所以那時候我要去坐船 坐船 對啊 我聽成坐船 坐船 嚇一跳 字就這麼開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的時候 我就買40塊的票 那時候我回去的時候我就看 為什麼有40塊的票 所以其實 本來40塊就是外國的 就是萬萬客的票 然後40是當地的 我回去的時候都沒有位子 都滿喔 有外國人 有當地人 然後都很急 所以我去的時候可以拍照 美美的 但是回去就沒辦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40塊 我還可以接受 所以我可以 如果我要回去 我還是會買這個票 因為算是還是不會太誇張 對 然後就可以去 我覺得去泰國 對 我覺得泰國真的 我覺得CP真的滿高的 而且他們都笑咪咪的 所以這樣就 心情看得很好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其實很多人會想說歐洲的 可能去歐洲玩到花很多錢 那剛好我去年有去了葡萄牙 葡萄牙很像很漂亮對不對 葡萄牙很漂亮 而且葡萄牙的消費 我自己覺得比台灣還要低 真的嗎 對 其實因為葡萄牙的 因為航線比較少 所以它機票價格比較難壓 但是餐點的話就非常便宜 因為大家知道葡萄牙 最有名就是普世蛋塔 普世蛋塔 正宗的耶 所以我每一天早上都吃這樣 它這樣是一個set 一個一杯Espresso 然後跟一個普世蛋塔 那蛋塔會太烤焦嗎 對 我跟你講 我去的時候想說 它是故意的嗎 沒有 我就想說 葡萄牙應該不吃普世蛋塔吧 因為他們可能會吃你 事實上不是 是大家都還真的都會吃普世蛋塔 那這個set的時候 每天早上都吃 這樣只要 一歐 對 每一天 每天一直一歐 它這個普世蛋塔 吃起來什麼口味 我跟妳講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口味 對他們來講 就有點像是台灣 大家都... 滷肉飯 大家的滷肉飯有自己的 對 所以他們就是 因為普世蛋塔 有點像他們家傳 他們就是他們的驕傲 所以大家都覺得 我普世蛋塔最好吃 我覺得普世蛋塔超級好吃 對 所以每一家味道都不一樣 包括創始店 也在葡萄牙這邊 你這樣講的 我當然好想去買一盒來吃 真的 還不是要去買機票 不是 餐廢其實是35到175之間 那這175是什麼 剛剛35其實就講的是 早餐的部分嘛 對 175的話是晚餐的部分 我這邊有印了一個菜單 那時候我這個菜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菜單 看上半部的部分 它是一個set 麵包 然後飲料 一個湯 一個咖啡 然後主菜這邊可以選擇 那主菜因為寫葡萄牙文 當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隨便亂點 結果最後來了一份 這價錢要逼死誰 大概台幣200塊 就賣到一圈火車票 可以晚遍歐洲 我們搭那個火車到希臘 在那邊搭郵輪 這個人坐10天 台幣3萬6左右 60台幣 這個不會出口 他們不想賺很多錢 他們只有賺很多錢 像寶石一樣的項鍊 它這個裡面還可以裝東西 才60塊台幣 和台幣不到80塊 真的很自然耶 你確定你要這樣主持一整集嗎 我都盡量轉這一塊 不是 想看我們生蟲到底嗎 想看我們分享故事嗎 WTO節目會在找你們 只要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趕緊撥打我們專線 022650 6340 那主餐因為寫葡萄牙文 當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就隨便亂點 結果最後來了一份是 丁谷牛排 對 因為歐洲人 他們都吹量比較大嘛 就猜... 大家知道價錢多少嗎 其實它寫在上面的 五歐元 五歐元現在大概36 所以大概180 一百七十幾塊 五歐元喔 我那時候都快嚇傻了 我想說 晚上... 晚上很快五歐元 而且是餐館的不是路邊攤喔 它是牛排大嗎 超大的 因為就是歐美人吃的那個尺寸 他們分量都好大 對 所以當下我以為 他可能就來個麵啊 燉飯就差不多 因為五歐元嘛 那真的很便宜 對 那時候來的時候 我們整桌的人都震驚 因為可能就來雞腿 羊排什麼 嚇死了 台灣人吃好的 你至少上千吧 對... 這個太誇張了 一百七十五 還有附飲料 對... 飲料麵包 糖一整套的 然後住宿的話 因為我帶家人去 因為我爸媽 然後還有我家人 總共這個三千塊 是一個公寓喔 就是... 所以住得非常... 那坪數都非常大 那時候住三千塊 當然你要更便宜一定有啦 好帥喔 對啊 但因為帶爸媽住 住很好 三千塊 而且他們那個電車 也很有特色對不對 對...就是它路面電車 超美的 它地板都是用石子拼的那種 很美 你說路邊啊 對...就它像古城一樣 它是古城 然後裡面就是有路面的電車 然後電車都故意保持那個很... 很舊舊的 故意的 就讓你覺得很有風格 不會很新這樣子 對啊 那這邊剛好有兩個景點 也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啦 好不好 這就是在里斯文附近的佩納宮 就是讓你看到這個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這個就很有名啦 這個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的作者就是J.K.羅琳 他那時候在那個葡萄牙的第二大城 就是波多的時候 有居住一陣子 這個是他最愛的書店 叫那個萊羅書店 他那時候就是因為在這書店的時候 覺得這書店的建築給他一些靈感 所以在哈利波特有些場景 是來自於這個書店的 對... 這好特別喔 所以這個每天都超多人的 這以前其實是免費 因為它是這個書店在賣書 但是後來發現 大家都只是來拍照就散了 書店覺得這樣不行 所以開始收門票 對啊 但是收門票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因為哈利波特的粉絲真的太多了 對 但結實際上我還是覺得 四歐元進去 如果你是哈利波特的粉絲 是值得朝聖一下 值得... 因為這種書店在全世界大 也看不到幾間 對 看不到幾間啦 而且我覺得看照片跟看本人 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你會覺得他在我眼前 那種興奮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葡萄牙是... 如果大家覺得歐洲其他國家 去了差不多的時候 葡萄牙是一個可以去的選擇這樣子 好 最高CVP的那個國家 都是墨西哥 那個... 書的話大部分的東西 可以流失到一百二十塊 如果你要去外面一整天 然後就是有一個導遊 然後去一個那個戶外的活動 比如說好像他說的那個... 那個或是爬山 或是... 用個叫Zip Lining 那個你很高的地方然後... 飛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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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天就是要兩千塊 一整天才兩千嗎 而且還有導遊耶 那個交通費那個吃的 所有的那種 滿好 那跟在國的價格差不多了 但是最好的... 最好的都是 墨西哥的風景 那你有那個住的地方 可以住的這種的地方 那個墨西哥海 你看這個那個... 那個沙漠白白的 還有那個水很清楚的 很漂亮 你們猜一下 一個晚上多少錢 三千五 三千五 對 我可以猜三千五 墨西哥啊 不到兩千塊去 三千五... 我覺得三千 三千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你住那麼好的 但是有沒有可以... 對啊 那你可以住一家人 還有大部分就是可以住很多人 還有裡面會有一個... 一個妹子 就是一個人可以打掃整個家 可以幫你煮菜 可以這樣子 而且通常這個一樓 它是客廳 二樓才是睡覺的地方 對不對 他們都不一樣 好的 這個...對 什麼都有... 我為大家推薦的是印度 因為我這次去了 八天七夜 可是我覺得都開始不夠 不夠吧 我還想要再學 因為只是去了一點點的地方 因為印度的那種古建築 我覺得是... 你站在裡面的時候是超乎想像的 宏偉壯觀 你看像我去的這個太極馬哈林 那邊大家都會想要去 而且我去的時候 我的團費是四萬二 可是我去了之後 我才問我的... 就是從去的人 他們用三萬六 在旅展上就買到 就跟我他玩的 因為我們全程都是五星級飯店 所以我們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早點規劃的話 三萬六就可以跟四萬二是一樣的 而且你看這個貝拉廟 因為它整個都是用白色大理師做的 那進去的時候是不能穿鞋子 就是光腳 那光腳踩在上面的時候 然後遠處那個彩霞飄著 真的當下就有一種超想跳舞的感覺 就在那邊已經會覺得 哇 好像像仙境一樣的 而且印度超豪買 像我買的這個東西 超豪買的 這個項鍊 像寶石一樣的項鍊 它這個裡面還可以裝東西 所以帶回來這個送人 我覺得是 就很可愛 對啊 這很可愛 而且這個 才六十塊台幣 平衡一下 然後你看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也是我在印度買的 我覺得很好看 它裡面其實可以裝得下一個手機 然後裝得下一個電話 其實平常背著也是可以背的 這個才一百塊台幣 我覺得有一個最讓我覺得 那個什麼 就是我大扇子 孔雀蟻毛 孔雀蟻毛 你這個太帥了 可以借我一下嗎 它真的是孔雀蟻毛 而且它兩面突然不一樣 你看這面是這樣 這面是兩面不一樣 很精緻耶 超美的 它這個是 這個要多少錢啊 這個是150台幣 因為350幣嘛 150台幣 很漂亮耶 很精緻耶 其實我沒有要講一個國家 我要講一種特殊的玩法 CP值通稿的玩法 而且要有特殊的關係才可以玩 蛤 對 這是我媽媽 她是在波蘭鐵路公司上班 其實國家單位的那些 其實薪水都是 沒什麼薪水 但是福利非常好的 所以她在那邊 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就是旅行費有補助50% 太多了吧 對 一半耶 對 然後家人也算 不只有員工 家人也算 所以像是我爸爸媽媽 我妹妹都用補助 那像是那個 她鐵路公司 鐵路公司跟其他國家的 鐵路公司有合作 所以我們可以用 大概台幣200塊 就賣到一捐的票 然後那個實用期 現在大概有兩個禮拜 可以晚遍歐洲 所以我們之前就是 搭火車可能去希臘 可能去法國 義大利很多地方 太划算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她那個火車到希臘 在那邊搭郵輪 然後她郵輪也有補助 所以那個時候 四個人好像叫台幣 三萬六左右 就是四個人喔 郵輪 好像做十天 十天 對 也不是做什麼很高級的 那個郵輪啊 對 但是也做最高級的 但我覺得非常非常划算 今年其實歐洲 還是一個首選 那其實 像布蘭倫介紹 南歐今年其實有上漲趨勢 它真的是物價最低的地方 對 那我要講個地方是 物價稍微高一點 可是它稍微更有名 就是西班牙的 巴塞隆巴 我也喜歡 這邊真的是超棒好不好 真的超棒 我也喜歡 對 另外波蘭跟扣拉西亞 也是在崛起的地方 因為它剛開放 物價也很低 所以我是在這幾個地方 挑了我比較熟悉的西班牙 來做一個介紹這樣 第一個先看機票 機票是一次轉機的 大概都在兩萬二左右 大家都可以買到的價錢 兩萬二起跳 如果你早點買的話 住宿的話大概在 三千五百塊以上台幣 那我選的是 大概三星級到四星級 大概喜來登福棚酒店 類似這一種 那為什麼選這種飯店 因為第一個交通方便 而且整個硬色是夠 早餐的話甚至有燻鮭魚 對 反正吃得非常好 空間就非常好 然後我可以處理點事情 然後下午的時候 再準備出門 所以等於早午餐 我就已經在飯店吃完了 所以我晚餐只要再吃一餐 大概十歐到十五歐 比較知名的餐廳 而且我是選知名的餐廳來吃 那很便宜耶 對 非常的便宜 然後交通費的話 我就基本上買個T10 就是他們那個交通卡 郵遊卡 郵遊卡 但是它那個是 它那10就代表說 可以用十次 七十五分鐘之內 可以轉成所有的交通工具 只算一次的錢 所以這樣才十歐 我儲藏十次 等於是我每一... 我一天大概花兩歐到四歐的交通費 我就全部到處都可以去了 對啊 所以是很划算 那現在看一下我的照片 第一個來講 我先看第一個重要的是 我們去西班牙吃 海鮮燉飯 對 好好吃 這個非常有那個海鮮燉飯 大概十歐 十歐 十歐不到一人分 而且好大一個 對... 這個有一隻喔 小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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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這麼大盤的 它其實它是這麼大盤的 而且它裡面是 它一間湯汁去燉出來的 對 好好吃 好好吃 然後再來這個是 我當時去吃 我看前十名的餐廳 好 我就進去吃 法式料理 法式料理 我點這一道 上面是那個 下面是燉飯 這一份大概二十幾歐 我跟我朋友點了四道菜 一個平均起來 一個人不到兩千塊錢 是不是你就覺得說 是台北的交費 台北的交費 可是它是最知名的餐廳了 對... 然後...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都是知名的餐廳 因為最重要的是 西班牙的物價 其實在歐洲來講算低的 再來就是說 它現在退稅 它的門檻是沒有門檻的 它等於是 你要考慮你的 你退稅手續費之外 你退稅如果拿到 一般平均來講的話 大概拿到15% 所以買平民 買民意很划算 像我們有時候夏天去 他們9點10點都還在吃飯 所以等於是我晚上 我晚上我9點10天才黑 然後到處在什麼... 什麼藍布拉大道啦 皇后廣場啊 都巨男美女 然後我一邊吃飯 又其實不貴 然後我到晚上都一直逛街 然後我根本不用擔心 我整天的行程 然後夜生活是12點鐘才開始 所以我玩這邊 玩這邊 夜生活有什麼 酒吧 就你想要的都有 昌米哥 你想要的都有 你想要的都有 不是啊 可是我說說酒OK 夫妻也可不可以 對 沒有 然後你看這個 我覺得我去幾個景點 我就值得 第一個聖家 一定要去 我待五個小時 把裡面所有的建築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值回票價 真的太棒了 他蓋了幾年啦 他現在還在蓋 2026年才會完工 他應該蓋了快100年了 可能蓋100年 是一個創世巨作 創世巨作 對 他也可以買票走上去 走上去 對 但是我個人建議是不要 不用買 就是我們買中文導覽 把裡面好好的看完 就非常值得 然後我還有看到米拉斯 不要買票喔 因為我聽說他上去的時候 因為你會想說往上走 會走到一個可能寬闊的地方 結果沒有走上去之後 就走下來 然後你就結束了 然後想說奇怪 對 我剛剛到底花錢 進來走這個 他會有一個壓迫感 他會有一個千窗的感覺 對... 他不會有一個 沒有瞭忘點啦 我覺得有點可惜 中文導覽看完就可以了 我覺得要一個更划算 我覺得全世界最划算的地方 叫土耳其 對 我也喜歡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的機票大概2萬塊錢 住宿我是一絲談保的五星級 四區的來算 兩千塊含早餐雙人房 餐廢的話呢 我用李拉置換的啦 就大概 因為是一比六的關係 大概 大概就九十塊到三百六十塊 三百六十塊是餐廳 九十塊是一般的小吃店 交通費的話是 六到二十四塊台幣 比台幣是台幣 這是什麼 公車還是捷運 公車地鐵 他也是買他的交通卡 這樣算 然後一次大概平均 就是六到二十四塊錢 一絲談保 當然我們不只是 只有待到一絲談保 我們可能會到處去玩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幾個 第一個 郁金香 接下來是郁金香 郁金香的花季 郁金香 對 它到處都是郁金香 從高速公路 各大景點 到處郁金香 為什麼 因為 土耳其的國畫就是郁金香 郁金香的原產地 就在土耳其 不是 荷蘭 不是 荷蘭比較 它只是交易量比較大 行銷做的比較大 真的 所以 好的 對 現在才知道耶 對 然後接下來要看 熱氣球 對 這大概比較貴啦 就是你坐一次真的值回票 但值得啦 不是 你看 台灣你要坐到熱氣球就是 坐上去 原地上去 對 就是 對 都沒有在移動的耶 他們在飛行 不是沿著整個大的峽谷 在飛行這樣瞭望 然後旁邊200顆氣球都在附近 大家這樣一起飛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來就是 其實全世界最大 最完整的羅馬歷史的遺跡 在土耳其 你看這是它的經濟場 有沒有比義大利的羅馬經濟場 還要更壯觀 更完整 羅馬的其實有一點弱 對 它只有雛形了而已 對 是不是好完整的 而且你要知道 土耳其整個 我們一般玩十天 知道團費大概多少錢嗎 現在靠便宜 四萬 三萬多塊錢 好 剛剛大家都講 是CP值很高的嘛 那我們在座其實有很多國家有 亞洲 歐洲 南美洲 到處都有 那你有沒有覺得 在座哪個國家是CP值最低的 我也是在巴黎喔 然後後來只是因為想要跟店家 要一杯熱開水吃藥 然後他就後來端了 一小杯咖啡杯這麼小 然後一小杯熱水來給我 然後我就吃完藥 想到他買單準備離開了 他那杯水算我六十塊台幣 要... 其實水在歐洲都要喝 正常... 因為我們沒有喝熱水的... 習慣 我們完全不懂 為什麼人要喝熱水 完全不理解 不理解 生病啊 因為...對 可是沒有這個 他們會說... 他們會說神經病 對 但是不會... 他們會覺得是一個 沒有茶包的茶 對 你可以給一杯茶 但不要把茶包放進去 他們會覺得你正常一點 真的啊 對... 然後他們會收你茶的錢 茶的錢比水還要便宜 因為那個水要煮 然後他們說那個有花店 有那個花... 店費 店要費 對啊 超貴的 所以不如去路邊 把那個水龍頭打開 喝那個水比較便宜 可以啊 那個都是可以喝的水 是喔 礦泉水 可以可以 沒問題... 這樣配藥 看看好 我覺得... CP值最低的是... 日本人大胃王 平價店家支出天價 看起來就很明顯的 一個平價的那個 只有酒屋了 然後呢 我跟朋友一起吃 大概都過了兩個小時 買單的時候呢 就被要求付... 兩萬台幣 我覺得CP值最低的是... 韓國喔 韓國喔 我去韓國的時候就感受到 韓國有外國人價 對 就是一般當地人的價錢 跟那個外國人的價錢 是不一樣 對 所以有一次呢 我坐計程車的時候 從... 宏大到... 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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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到了之後呢 我就付了大概台幣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台幣 對 但是呢 後來就問韓國朋友 他說 你就被騙了 那個是... 本來是一百六十就可以做到 因為很大 你坐到黑色的計程車對不對 應該是黑色的... 對 黑色的計程車 那是給觀光客做的 是的 我就...都沒有發現了 其實呢 就不只計程車 還有... 我就走路 這個韓國的那個... 一個... 首爾的一個路呢 就看到... 那個酒酒屋 看起來就很明顯的 一個平價的那個酒酒屋了 然後呢 我跟朋友一起進去 然後大概兩個小時 喝了那個小酒 還有吃了一些... 那個小菜啊 我都大概都過了兩個小時 然後說買單的時候呢 就被要求付... 他們可能知道你們是日本人 你是不是有人坐台 是不是有人坐台 所以... 如果... 我會嚇一跳 這麼貴 好貴喔 但是不打不付 因為我也不會講韓文啊 所以說... 就付錢了 對 就付錢了 有點誇張吧 可是我聽過... 常常聽過這種的 很多外國人被騙這種的 所以如果打計程車的時候 最近有才有那個... 前面有那個電話號碼 這是對旅客的 有日文... 對 日文還有英文還有中文的 所以你覺得被騙的感覺 就可以打給他們 就可以 還有我比較推薦 還有如果餐廳 我覺得有一點誇張可能是 對 可是... 這個也是聽過 很多人拿菜單的時候 他們是外國人的話 拿其他的菜單這樣子 真的 可是你那個菜單上面 沒有價錢嗎 你再點菜就覺得 有一點誇張 而且你酒量到底有多好 其實... 沒有... 他是那個... 掛他們的料理的名字 我都... 其實... 之前那個新聞也有說過 他們韓國人對中國人 寫的中文的價錢 也是比韓國高了好幾倍 好幾倍 對 好幾倍 好像明東那邊 明東 我也看過 我也聽過 好 所以大家記得拿韓文菜單嗎 好 好 想問一下大家 到你們國家買什麼CP值最高 一定要買的呢 我那時候去... 女生最愛的就是去日本 對 然後其實日本就是最出名 它就是一條街有好幾間藥妝店 可以買 然後女生其實都會失心風 然後我上一次去日本 我買到一個CP值有夠高 什麼東西 就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這是什麼 你太遜了吧 這是什麼 這是眉毛硬張 我知道這個 這是眉毛硬張 我也知道 然後那時候 因為其實 因為日本要買東西啊就是 可能好幾間你要... 它這一間可能是A商品特價 這個是B商品特價 對 眉間不一樣 對 眉間不一樣 我那時候看到 這一個合台幣 可能不到八十塊 那好便宜耶 這一個 其實這個我每次都想下手 但是我覺得 眉毛不一樣 對 眉型不同 我眉毛就是用這個蓋的啊 什麼東西 我眉毛就是... 什麼叫眉毛硬張 對啊 你現在下記我們看嗎 你有鏡子嗎 我蓋在手上給你們看 好... 就是我現在已經沾了眉粉了嘛 對 然後它就這樣 然後上面就一個眉毛的形狀 而且淡淡的耶 淡淡的 所以它不會覺得 好像兩條眉毛那個毛毛 它就是淡淡的 然後那時候 如果你每個人眉毛不一樣 你可能拿眉筆 後面再補長一點點 那妳可以幫我蓋一下嗎 你確定 因為我一直很想買 因為畫眉毛要花很久時間耶 這個我跟你講 我買了那時候 可是妳現在有啊 我有...我想看看那個 我會不會操住我的眼睛 對 蓋上面 我跟妳講的 而且要想說 我會說 上面嗎 眉毛上面 眉毛上面 做比較 好自然耶 好自然喔 好自然喔 妳家嘴很好買喔 很棒... 很自然嗎 而且妳有沒有就是要這樣 兩邊各一個在上面 對... 是自然的 是自然嗎 好自然耶 好像可以買耶 好像可以買耶 不是... 顏色的深淺跟眉型不一樣 真的喔 這個是平的 然後它也有比較挑一點的 完全不一樣 但是妳的眉毛比較長一點啊 可能要蓋尾巴一點嘛 對 往後蓋一點 那真的很不錯 真的耶 這個我在台灣的網路上買 可能都將近要三百塊 真的喔 八十塊就買到了 八十塊 對 那我要買 我要下手 對 你確定妳要這樣主持一整集嗎 正正或他話 要不要對陣一下 而且我們都盡量轉正義 不是嗎 你這樣子像這樣不好看 你皮歪一邊把它蓋一下 不要平衡 不要... 我確定... 不要... 不要... 你好Cue耶 你好Cue耶 好啊 盡量對陣... 盡量對陣 所以它左右都可以蓋喔 當然 當然啊 要兩個啊 要轉過來喔 沒有... 他有兩個 他有兩個 好 不好意思... 講得好吃的很好 可以... 謝謝... 謝謝... 就成這樣吧 很好... 很好... 衝擊 比利時都是有... 用錢就是任性 比利時No.1沒在怕 這個不會出口 因為他們是一家人 他們不想賺很多錢 他們只賺很多錢 不是啊 那你們會跟德國互相比嗎 德國其實... 不用比賽 因為大家知道比利時的最好 真的嗎 真的嗎 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嗎 只要你敢說敢秀敢爆料 誠摯邀請你加入WTF檢便會 開啟拨打報名專線 02-2650-6340 請 比利時就是有... 皮球 真的嗎 就是有喝皮球嗎 我有帶草片 喝皮球嗎 這兩種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你最推薦的牌子嗎 這個我推薦去比利時喝這個 因為這個他們家不會出口... 出國... 國外都沒有 只有比利時才買得到 對 國外沒有這個 他們沒有在賣 因為他們是一家人 他們不想賺很多錢 他們只賺很多錢 他們只想賺比利時人的錢 很酷耶 所以這個在一般的商店都買得到 比利時的商店 還是特別的 在比利時 其實它是跟台灣啤酒一樣的味道 那種輕輕的 然後這個就60塊錢 60台幣 才比利時 而且一定超好的 所以很便宜 然後這個也會... 這是比較國際的牌子 這個版本 對... 這個在台灣應該120塊吧 那在比利時... 對...這比利時60塊 哇... 這都賣一倍喔 對...便宜得多 而且我覺得你們很多水果口味也超級好 對...女生喜歡喝那個水果的 對... 裡面有整間都是賣各式各樣的啤酒 我想大概有兩瓶吧 整面... 你們為什麼看我的眼睛 你現在長過來的人 我會覺得很奇怪嗎 可是你們眼神有點怪怪的 因為看你現在... 我們要很... 很專心的第一眼睛看 跟他看到網上的看迷惑 那你要看哪裡 很時尚 我覺得那個兩瓶的空間 整個滿滿的牆面 是各種不一樣的口味 對... 很值得推薦 而且在比利時很便宜 那你們會跟德國互相比賽 我們的好喝 那德國其實也很便宜 不用比賽 因為... 真的嗎 我覺得下次我要請一些 啤酒的大國來這邊 再好好的問一下 那波蘭的話呢 有什麼一定要買的 其實我覺得去波蘭 幾乎什麼都可以買 CP值都還滿高的 像是之前我好幾次 介紹保養品嘛 還有衣服啊什麼 還有衣服呢 是設計品牌啊 或是皮製的一些包包、鞋子 都還滿划算 可是你已經換了那個機票錢 我就說 如果你不買這個東西 就要對不起自己 不買對不起自己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跟著在地人這樣買就對了 WTO唱課囉 大家好我是孟璇 我們今天來學習義大利文 那去義大利的話 一定要去博物館跟教堂 但是兩個都有可能有門票喔 那如果你們想要問問 門票多少錢的話 你們要這樣子問 quanto costa il biglietto biglietto才是票的意思 然後quanto costa的意思是多少錢 如果要更有禮貌的話 前面可以加一個scoozy quanto costa il biglietto 好好複習喔 好 吵吵 我就說 如果妳不買這個東西 就要對不起自己 就是水果 其實我跟我們應該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就不太一樣也有季節性 但是我覺得在台灣的水果 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貴 就光是台灣產香蕉嘛 可是我在這邊賣兩根香蕉 我才不然可以 可能可以賣到一公斤的香蕉 怎麼可能 真的 你在便利商店嗎 便利商店真的滿貴的 沒有 就算是路邊坦的啊 也是貴 真的 真的也是貴 可能看到妳的臉賣裡比較貴吧 沒有 我是說認真的啦 我是說認真的啦 那再來就是大家喜歡吃草莓嘛 喜歡 台灣草莓很貴 對 其實這個是 這個圖都已經放多了 我上次買一盒 有十一個草莓 有算過十一個草莓 一盒一百塊 我覺得這個還算是OK的價格 以台灣來講 可是呢 在波蘭草莓 就是這樣子的籃子去買的 就是一籃這樣子的 然後它是算那個 乘的 乘空斤 六塊錢波蘭幣 換算成台幣 一公斤 台幣五十塊 五十塊 這樣子一籃圓一公斤算 好便宜 對喔 在波蘭里買一公斤 如果炒過台幣八十塊 大家都喊這太貴了 我覺得韓國的草莓 也又大又便宜 他們的草莓 大到是一個手長大 韓國啊 日本韓國的草莓都很棒 對 但是日本 比較貴一點 一克五十塊 對 真的耶 真的耶 真的 所以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喜歡節目的小朋友 謝謝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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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